我听说这个佐尔这个是开始光线找您的时候 您一开始是拒绝了什么 最后为什么又讨厌了 对一开始是觉得不可思议了 对 我那时候直接本来连面都不想见了 我就让我经纪人说 你去把这事给推了呗 这是怎么可能 对 后来那个我经纪人跟我说说 那人家也是光线的老总 对啊 那你要基于礼数 你还是得当面说这件事 因为我说那也是那也是 后来那天就到了那个王总的办公室 对 然后那天几位大佬坐在那里 非常正能量 轻轻松松 云淡风轻 谈笑风生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会 我什么都不会 你真的吗 这样 他们讲了一副好像当早 你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一样 讲到后来我就觉得 我在再硬拒绝下去 就变得好像我很 太不懂事了你知道 所以后来那天结束的 我记得见面最后结束再 好吧好吧那我回去 找本小说来看一下 看一下 后来看一看呢 就觉得 最后还是有一些吸引我的地方 我觉得他十年前能够 那么的广为流行一次 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的故事 就通俗的层面来说 他的故事其实很好看 我觉得 然后 那站在艺术创作的角度 因为 熟悉我过去 当我是个演员的时候 我接戏的那些标准 大概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只是一些 很 就是通俗的 就是对 那些东西 没有挑战性的东西 我不会有兴趣 但这个卓尔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 有深度的东西 但是拍戏的过程中 肯定是跟你 那时候 就是准备剧本的时候 其实不一样的 基本上 由于这也是 人生中 对我来说 也是某一个 又一次换跑道 又一次个新的第一次 所以他其实 我觉得每一天 都是崭新的一天 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也训练自己 不去预期 因为预期 只会是自己吓自己 然后我就每天就 开放了 放任事情自己去发生 看他会发生 每天这样 后来果然 当然每天就是 果不其然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有不一样 奇怪的问题 有时候是 包括可能像都灵 他虽然是个 他很有任性 他很不错 他就是他里里外外 都是李尔这个人 他可能由于 相对缺乏一些 表演经验 所以有时候会 时不时给他 出一些奇怪的难题 这样然后还包括 有时候 租借场景出问题 天气有问题 然后我们还有海边的戏 以前也都知道 会有潮汐这件事情 可是真的也没有 认真研究过 后来真的要拍 那场戏的时候 才发现 哎呦 原来潮汐这么麻烦了 因为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拍 那个是张扬和巴拉 就是两个坏男孩 坏女孩的爱情 那他们约会 应该去什么地方 那一开始 我们在弄剧本的时候 雪曼提了一个建议 让他们去山上露营 我说露营 这个也太青春无邪了吧 我说坏孩子 应该做一些 狂野的事情 我说让他们两个 去海里面游泳 这个海边长大的小孩 应该去挪泳 那最后当然是 不可能挪泳了 可是还是我们保留的 就是他们的爱情 应该是狂野的 冒险的 对 狂野冒险的 对 那这拍起来 那就真的很麻烦了 大海上 那真正的海面 你也知道 真正的海面 晚上其实是一片漆黑的 根本没有灯光 你这不存在实际拍摄中 想要播光临循 月光洒在海面上 其实电影中 是是是 这个很麻烦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在拍这个时候 我们那边找到一块 就是一块礁石 然后那每天 那个潮汐会涨 涨退 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基本上快要跟 那个礁石一样高 那个浪打 就是那个 礁石上基本上 站不住人 可是等到那个 退潮退到最低的时候 下面的石头全部出来 他们没有办法跳下去 那你有喜欢 做导演的某一方面吗 你比如说做一个导演 你觉得最喜欢 或者最觉得 哪一种哪一个点 是让自己最开心 最喜欢的 我喜欢在创作的时候吧 就是在艺术创作的阶段 那等着到了 实际执行的时候 就必须开始非常理性了 每天都有进度的压力 然后每天变成 解决问题的机器 那时候相对就开始 没有那么愉快了 然后拍完戏之后 全部电影制作完了之后 还要负责去 就是还要去宣传 就是你还是要让大家认识这个片子 对对对 你要跑很多宣传 这些是以前没有 我以前想的比较单纯 以前都是大家安排好的 现在其实也是大家安排好的 只是在我的 我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艺术家 所以对于这些宣传推广方面 一直就没有那么了解 现在才知道 原来做一个电影 它从头到尾的流程有这么多步骤 这么多部门在忙 会有想到过其他的新春片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最近大卖的 大家喜欢的 或者是你会 我其实没有参考 一直都没有参考 一个是我的个性 本来就不太喜欢 我连自己都不太喜欢重复的 你看我以前写的角色 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会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现在有点 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有点后爬 对就是在观众反映出来之前 因为到后来成片出来之后 我发现它是一个 就所有看过电影的人 包括老板们投资方 都觉得哇 它很精彩 可是它跟其他电影 确实不太一样 跟过去成功的青春片的 那些案例不太一样 大家会有点伤脑筋 哇这种东西要如何介绍给观众 它虽然是一样 有青春片的元素 有年轻的演员 然后有一些些场景是在校园 可是它好像又跟 它又如此 如此不同 是 在创作 对然后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 然后一直到 应该是说 然后到接下来 我们再开始讨宣传 讨宣传的时候 我才开始发现 原来一个电影到上映 是有这么多的团队在 因为宣传和发现这一块 我完全不擅长 我也没兴趣 所以我也没去学 我只有认真的把电影拍好而已 然后那时候突然才发现 原来哇 这个宣传 包括这个票房 是一个有压力的事情 我才会回想 当初在创作的时候 为了自己想拍的那种类型 然后从来不顾市场 没有去参考其他市场成功的案例 是一件多么 多么自我的行为 不过还好 现在电影应该 它的橙色 涨向还不错 其实我看最近有评论 因为最近也有青春片 大家都说 为什么青春片 现在都有那种三板斧 就是说 泡妞 打架 还有堕胎 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想怎么样才能突破 大家固有的印象 我真的是还蛮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创作者 我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些东西 但这个电影里面 我觉得 爱情一定还是 我觉得是青春期的主题之一 那时候我们荷尔蒙泛滥 对 是一定会有爱情 然后男生难免 小朋友在那个时候 也会有一些打架 有一些意气用事 这个是会有的 可是我们电影里面 我觉得堕胎 可能就不见得是 每个人的青春都会有的 我觉得爱情可能是 对吧 它算是接地气的 然后有些男同学 直接学习方刚 有时候 打个架什么 对打个架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挺普通的 对 那堕胎稍微有点不接地气 我们电影里面没有堕胎 可是其他的都有 感谢观看